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令大家惊艳 一向非常关心学校体育班以及体育活动的机动市长谢国良 在市政府教育处安排下 由副处长徐燕丽 体健科长杨永芬 基隆商工校长洪光贤以及基隆商工校友会理事长 也是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辉市议员等人一起陪同 特地到国立基隆商工和篮球校队以及排球校队队员们座谈 听取球员们的心声和意见 球员们希望包括可以和其他国家篮排球选手 举办国际交流比赛 吸取不同球风和训练方式 以及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做好三级衔接 吸引基隆在地篮球及排球好手留在基隆等等 这些新声 市长和议员都听进去了 今天跟这个基隆商工的伙伴们 尤其是他们很多的篮球精英讨论了很多 也跟我们这个校友会的会长张耿辉议员 大家思考了几个面向 包括说让他们有出国交流的一些机会 还有提升他们场地相关的一个设备 也还有继续努力来思考 他们在这个初中方面 有更多的连结 不管是设置体育班 或者是说让他们有完整的三级衔接 这些都是未来我们可以跟基隆商工 在篮球方面大家一起做的努力 那我觉得也非常棒 到了母校基隆商工 来了解体育班的一些 学生的一些体育选手的建议 我相信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尤其我自己上任六届的 我没有看过一个这么亲民 尤其对我们体育这么重视的一个首长 那未来的话我们教育小组应该会全力来支持 我们市长所提的一些教育的政策 尤其三级衔接教育 这个是他上任以后一直要求的一个重点 而基隆商工篮球级排球队教练以及校长 则希望市长谢国良是否可以协助 寻求大企业来任养或是冠名赞助 基隆商工的篮球队以及排球队 让基隆市这两支唯一参加HBL高中篮球甲级联赛 跟HBL高中排球甲级联赛的篮球队 和排球队可以获得更多资源的益助 让球队运作及训练方式都能够更加完善 进而留住在地基隆人才 也吸引更多外地人才加入 市长谢国良除了制证签名球 给基隆商工篮球以及排球队纪念之外 也和市议员张耿辉分别代表市府和校友会 制证球员营养金给球队 谢国良也指示教育处记录球员们 跟校方的建议和新生 带回去市政府研议协助的方法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有着好厨艺的大哥张耿顺当主厨 料理当季食材贵竹笋炒肉酱 弟弟张耿辉议员则在一旁当助理 协助按照指令逐一倒下肉酱等配料 兄弟两人同心完成这道香喷喷又好吃的当季料理 这是在厨房料理上 但是在民意代表工作上 张耿辉议员则是主角 由亲大哥张耿顺担任服务处主任 这个重要的配角角色 协助市议员张耿辉处理大小服务 以及会看案件 如影随行全力付出 帮助张耿辉议员迈向七连霸 正所谓兄弟同心齐力断金 这样也品出外面的一些对我 疯疯疑疑说我下一届好像可能不显得 事实上这个是谣言的重伤 其实耿辉现在身体状况比以前更好 尤其每天有多有四十的来运动 我想经过我大哥还有一些朋友的 加入我的服务团队 我想下一届我应该会更有信心 那也再是希望让市民好朋友觉得耿辉 从正以来都是秉持的专职专业 至今都没有改变 如果是认为耿辉能够有 平常就是群走基层的话 不妨的话有机会继续给我加油鼓励 谢谢 一有荣言 我觉得跟耿辉在一起服务地方 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尤其他服务的热忱 然后跟百姓的互动 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互动 在此我希望耿辉下一届 能够跟高票当行 是不是兄弟两个以前从年轻到现在 不论做什么事都很有默契 我刚才看你们在炒菜干嘛 其实都很有默契是这样 是的 因为我是大哥嘛 所以我当然是要尽一切力量 一切的索人 然后帮弟弟 然后完成第七任的任务 不只兄弟同心 能够六连霸市议员 还得靠许许多多好朋友的帮忙 因此张耿辉特地利用忙碌地方服务行程 难得的空档 到西中甘华队的马林地方好友猪爷家 分别做出营养又好吃的丘楼菜 大家一起吃个便饭聊聊天 深入地方听取意见 希望为七堵家乡 争取更多更好的建设 不负选民所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副市长代表市长来向三千宫参拜 祝我们信徒平安 国泰平安 然后香火旺盛 在三千宫主委林国昌的陪同下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特别来到中山区的三千宫参拜 和信众们热情打招呼 你看好漂亮哦 我基隆住了50年你最漂亮 谢谢谢谢 好漂亮哦 多支持我们 当然了没有支持鞋 一定要支持政府啊 谢谢谢谢 才有进步啊 我感动啊 谢谢谢谢 由于三千宫主委林国昌 同时也是基隆家福中心的主委 因此他特别邀请副市长邱佩玲 担任家福4月27号爱心园游会的反诈大使 一起来关心儿哨 今天主要是来三千宫来参拜的 那很开心 可以兼做这个 这个家福中心的反诈大使的活动 很荣幸 我觉得家福中心在台湾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慈善团体 也扮演很重要角色 那我今天同时间来这座庙里面 那同时间又可以做这样的事 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一个市长的父母官 是最开心的事情 现场啊 来大声呼吁 来我们今年呢4月27号儿保园游会 我们的主题是网路反诈骗 因为在网路上现在有很多的诈骗 然后不管是一些性别的议题 还有我们小孩子不小心被骗当车手 或者是在网路上会深陷的很多奇怪的团体 甚至骗到国外去 这些都是我们今年要宣导的议题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邀请我们的市府的长官 来做我们的反诈的大使 然后当天在4月27号 我们在火山附近呢 会由我们的林国厂主委率领大家 然后来做一个整个金融市的儿保的园游会 陪伴孩子好好长大 成立一个三千小草 就是针对单亲家庭 小学没有在外面上安亲班的 他课后留在学校里面 那我们负责师资餐点 让他们能够在学校一样 虽然下午没有课 不用上课 留在学校把功课写完 课业辅导 然后又有一个很安全的就读环境 跟一个舒适的一个晚餐 然后等父母亲下了班 再来接他下课 是不是这样子在科业上也比较不会中断 而且在行为环境也会比较安全 公益活动中 副市长邱佩玲亲切地帮孩子们拿点心 现场气氛相当温馨 市议员宋伟丽也到场共襄盛举 三千公方面表示 未来计划结合各界资源来推动课后辅导 照顾弱势家庭的孩子 副市长邱佩玲与议员宋伟丽 都相当认同支持 刚才家福中心主任告诉我的 我觉得更感动的是 他们准备有很多课后的辅导班 让很多的小孩子下了课之后 可以接受照顾还有用餐 我觉得这也是基隆所需要的 也希望师傅可以在这一块 可以帮忙更多 我想我们副市长是个非常好 温暖的一个副市长 没有而且他非常接地气 和蔼可亲 我用这几个来形容他 尤其对于傅佑的事情 他会非常的着重 所以说我相信 只要金融市有什么任何大小事 他都会采取的 很努力 对 我们谢伯良市长一直来打造 最有爱的钱 对啊 我想因为 这个协会 我们林董事长 他刚刚 他准备在六月份成立 那成立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他发现很多 就是失业儿童 那 课后之后没人照顾 那希望说 我们政府机关能够提供教室 让 这些孩子能够在课 课余之下 就放学之后呢 就说有人照顾他们 也有人教导他们 我们也努力找一些企业的资源来协助 太好了 很棒的政策 谢谢 谢谢副长 也谢谢林董长 对对对 谢谢董长 谢谢 谢谢 让机构变得更好 真的谢谢 副市长邱佩玲来到三千宫参拜 并参与 家福中心将在4月27号举办的爱心园游会宣传 包括中山区区长徐雅文 跟当地的里长也到场共襄盛举 一起来打造 让基隆成为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朱府千岁 雷府千岁 温府千岁 三尊千岁 因为庙里供奉着三尊千岁王爷 因此这间庙宇叫做三千宫 而建庙的由来跟海港码头兴盛有关 王爷 由于中部站起来就是六甲兄 旁边的二甲兄 这个是以前马来工人 三千两千 工人极致这样兴建起来的 真的不简单 也快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我们算是第二大 那时候这边有成立一个国术馆 我们读小学这边都在打国术馆 因为以前马来工人要搬东西 身体要强 真的真的 省政府实在有成立一个父亲国术馆 对啊 那还叫省政府 三千宫在五十年前是 就是我们从中南部上来 就是我的父亲他们这一辈 都是从中南部上海码头 从基隆港码头做成的时候来这边当工人 在建港跟搬那个码头的这个工作 很辛苦 我们小时候看到我们的父亲回到家都是满身大汗 全身都是湿的 他们这样辛苦这就是一个远离家乡 他们从中部来到北部这边上班 他们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 把中部的那个王爷千岁来这边建庙 变成大家一个集合的地方 一个宗教信仰生活的一个园区 那今天五十年后 换我们已经有这个能力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美好的环境 带给基隆广大的市民 有这么优美的风景 有这么淳朴的信仰 希望能够发挥王爷的精神 让国泰民安大家幸福美白 基隆三千宫常年投入公益 尤其是关怀弱势造福地方 三千宫主委林国长 目前并担任基隆家福中心的福佑主委 因此三千宫今年将结合各界的资源 来推动弱势海童的客后辅导 发挥取之于社会 回馈于社会的精神 关怀基隆相礼 基隆市的地标 Kidong就在我们的正后方 等于说他看到基隆市 这是一个全景 那以后我们这边也会有 就刚刚我讲 我们要成立三千小草的爱心协会 以后这边会有王爷的爱心咖啡 不用钱的 你们自己投那个爱心基金 那个基金是纯粹 就是给三千小草的基金活动 使用的一个经费 那希望以后广大的市民 如果来到我们基隆 可以来看到我们基隆 这么漂亮的夜景跟美景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学习如何运用咬字器官 吐气顺畅等技巧 放松嘴唇 感受口腔空间 最后来挑战绕口令 从一次一次练习中 让说话更加清晰流畅后 新一国小小主播们 精神抖擞 上台体验播报 介绍学校特色及游玩 外现式景点的经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新一国小六年七班 董雨涵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过年采买年货必去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们学校有一位 独一无二的外师 想知道他的一些大小事吗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一个厉害的团体 基隆市新一国小爱豆合唱团 孩子们有备而来 主题内容提前准备好 展现媒体素养基地学校的成果 我们新一国小是 教育部合定的 媒体素养基地学校 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访 我们中家电视台 那如何成为一个 称职的主播呢 从这个语调的训练 以及咬字清楚 还有一扬顿挫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务实 而且一个是很棒的练习经验 有了实战经验 还要有强大的媒体式独立 中家宽品特别开发了线上游戏 你搞懂了没 设计八道是非题 题目内容包括了公民传播权 讯息停看听等概念 让孩子培养对真假讯息的 辨识力与抵抗力 我们每个人都享有传播权利 可以自由地使用各种工具寻求 接受传递各种讯息 借此达到参与社会 实践自我的目的 请作答 我们媒体素养基地学校非常强调 就是媒体素养的一个这个辨识能力 那在我们媒体充斥的这个年代里面 小朋友如何经由这些多元 而且又非常丰富的这个媒体讯息当中 培养这个媒体试图的能力 是关乎到他如何适应现在未来的 跟未来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这次参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 谢谢我们中家以及我们媒体的一个电视台 给我们的这个很棒的体验学习机会 提升学生对媒体的认识 更能启发他们对播报工作的兴趣 是宝贵的学习经验 未来校方将持续规划活动 培养孩子们的媒体素养 记者蔡小军 丁克宇 基隆报道 音乐 在瞬息万变的竞技场上 每分每秒都要保持专注 我从不担心眼前的挑战 因为我可以快速郑重靶心 只要用行动装置扫描 缴款书上的QR Code 缴纳使用牌照税也能一样 精准俐落 还有多元的缴纳管道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轻松缴纳 13年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Follow me 多元管道真便利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六个资费方案 我们会全面调降 还特别提出了两种资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个人是觉得呢 真是非常的细密 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细密 我们的申请年龄 在基隆市的市民 红20岁到45岁 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在其他的县市 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呢 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 一定要赶快去申请 基隆慈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都紧满了 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 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合法 骑楼停车空间 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 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 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 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 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几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盛栽 机车放在立脚纳上面 让行人 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慈云寺的财神店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乡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店参拜哦 新大干员埋伏许久 见时机成熟 立即搜网歹人 来警察 来 先蹲下 来 先蹲下 来 先蹲下 蹲下 蹲下 不要动 里面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啊 没有人吗 没有人 大逼刑警 蜂勇而上 将理性嫌犯压置在地 从他身上背包 取出一把克拉克手枪 当时弹架内 还有十四发子弹 金融市警察局 刑警大队 目前接获献报 在新北地检署的 指挥侦办之下 我们在新北市查获理性男子 持有改造枪支有一把 那另外子弹十四颗 那模拟枪有两把 还有证报枪一把 以及相关的毒品等相关证物 那本市市长在历次的会议 要求我们自然务必要做到平稳 落实政府打击犯罪的方针 本局局长也有在 背包上要求我们所属 扫荡枪械毒品 是我们警察基础的工作 那只要我们抓得紧 犯罪就不敢进来我们辖区 警方随后在屋内收出 左轮操作枪 模拟枪 震报枪和辣椒枪 以及大批的长短弹夹 将进一步送交 刑事局鉴定 因为初步鉴定 这部分就在管制枪支的部分 其中有一把是 现在是火药式的枪支 这是改造枪支是没错 那另外有两把模拟枪 那另外最后的鉴定 还是要以刑事警察局鉴定为主 警方证讯之后 将理性嫌犯 依违反枪炮代药刀卸管制条例 移送之外 也将扩大追查枪支来源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为了让基隆的孩子 吃到安全有品质的营养午餐 市长谢果良多次到学校厨房 了解作业流程 并推出学校食安三件 近年来食品安全 受到了大家的重视与讨论 为了守护基隆学生的食品安全 我们基隆市府从去年至今 提高补助学童 每人每餐20元的营养午餐费用 我们还要引进食品专业的HACCP专家 入校辅导 目的是要提升营养午餐的品质 我们规划要让午餐人力的预算 更加的到位 让学校的厨工 午餐的秘书 学校的营养师等午餐工作者 的待遇跟制度能够充足 这些预算预计共2000万元 这一整套守护学校营养午餐的食安政策 我们叫它学校的食安三件 我们要从食材的经费提升 制度的导入午餐工作者的待遇提升 三件紧密相扣 基隆市府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支持 午餐人力预算到位 让第一线的午餐工作者 替午餐严格把关 让家长放心 学生安心 为了落实学校食安三件 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表示 将在今年提出1942万元的追加预算 包括提升除工待遇 增聘营养师编制 以及午餐秘书的检课终点费 希望能与议会一起支持 学校营养午餐的人力经费到位 提升基隆的营养午餐品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课程讲师介绍食材备料 亲自烹调示范 再让学员实作练习 手把手教大家如何煮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由基隆市总工会开办的正门 风味手作料理班 劳工在职训练课 报名到5月3号截止 45岁以上的劳工朋友 可获得课程全额补助 45岁以下补助80% 我们整个就是要栽培说 我们在基隆的我们的劳工朋友 能够学习到第二专场 或不管是用在家里 或者是说以后想在就是创造的第二就是一个事业 那我们就有办一个走作风味料理班 那我们也邀请了张一财 那个林一财老师来做一个整个教导 那针对是我们就是有劳保 这个有职灾的这个为对象 那如果45岁以上的是前额免费 那45岁以下的是补助80% 总共是维持是54小时的课程 为了培养劳工第二专场 基隆市总工会精心规划的在职训练课程 陆续报名开课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随时关注基隆市总工会的脸书粉丝团 了解各项最新的课程讯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哦 刚刚老师就成了十万哦 我刚才到人生 立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包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王小佳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到100元不到5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地踩 学校附近五婴阿郎 医院周边五婴大郎 人车拥挤处五探贾郎 五号这行阿郎 有咱处来郎 整条路都自己郎 特定区域小心 减速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设宅包出带馆四点铃 以屋换屋 可跨县式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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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关系吗 我都喜欢我 你也有关系 包租带馆333 方便行 安心住 幼儿专责医师 陪伴宝宝 走过0-3岁 黄金发展期 提供连续性全方位的整合性处理照顾 不只宝宝看医生 也让医生能更充分看看宝宝 一次见面 都让宝宝的健康成长更进一步 11月1日起 宝宝出生 即纳入幼儿专责医师制度照顾 医生 神队友 医生 好帮手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